第九题要问科学史何者正确 A选项马克思维 马克思维他做的事情是整合电学和磁学 当时就有发现电可以生磁 磁也可以生电 所以他就用一些数学式来推测 电跟磁可能是相同的东西 他们可以产生电磁波 而且他还算出电磁波的传递速度跟光速相同 所以光应该也是一种电磁波 第一选项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指的是当光打到金属板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电子产生电流 这个实验装置大概像这样子 这边有电源 然后这粉红色的部分就是金属板 所以看到这个线路它其实是段路 只是当有照光的时候 在某一些频率比较高的光 就会看到电流产生了 这代表的是当金属板照到频率比较高的光 金属板就会产生电子 电子往右边移动 就让线路变成封闭的线路 所以可以观察到电流 所以光电效应指的就是照光之后产生电流的效应 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光都有办法产生电流 当时他们做时间发现 需要照频率够高的光才能产生电流 那这边的频率其实就跟光的颜色有关 比较偏紫色或是紫外光的部分就是频率比较高的 他们同时也发现电流没有产生 跟当时的人推论的光的强度 还有照射的时间长短都没有关系 那爱因斯坦就用光子的模型来解释光电效应 他就说一个光子可以打出一个电子 只是要当这一颗光子的能量够高 才有办法打出电子 会需要有能量才有办法把电子打出来 就是因为带负电的电子会受到 带正电的原子核的束缚 所以这些能量是为了要帮助电子脱离束缚 一个光子的能量又会和它的频率成正比 所以实验才会发现频率够高 才能把电子打出来 才能产生电流 B选项是对的 C选项 拉射符是用α粒子撞击来探究原子结构 α粒子就是氦原子核 它是用α粒子撞击金箔 发现大部分粒子都直接穿透金箔 只有少部分的粒子会被弹回来 所以它推论在一个原子中大部分都是空的 质量是集中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就称作原子核 这个实验它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 它也发现了原子核是带正电的 那另外它还用α粒子去撞击氮原子核 发现了原子核中带正电的质子 所以它就提出了行星模型 就是说电子是绕着原子核旋转 初选项 氢原子光谱 氢原子光谱最早是由巴尔默发现的 它发现了巴尔默系列 就是可见光的部分 那波尔它是没有发现氢原子光谱的 波尔只有用数学来解释氢原子光谱 它就提出了氢原子模型 那这个模型它是对拉瑟福的行星模型 稍微做一些修整 拉瑟福说电子会在原子核外绕着原子核旋转 波尔就说当电子在绕着原子核旋转的时候 它必须要距离核是一个特定的距离 在特定距离的轨道绕行 拥有特定的能量 这样子电子在绕核旋转的时候 才不会释放出电子波 它的能量才不会越来越低 最后坠毁在原子核中 那这些特定距离的轨道 它不只有一个 会有很多很多 无限多个 我这边再画一个蓝色的出来 那他就说了 电子只要在这些特定的能量就可以 它们甚至可以在这些不同能量的轨道之间跳跃 就称作电子的跃迁 那在电子跃迁的过程中 因为不同的轨道有不同的能量 就会有能量差 那如果你是从高能量的轨道 跳到低能量的轨道 像是这个绿色箭头 那那些多余的能量 就会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 就形成了氢原子光谱 一选项 波尔的氢原子模型 比拉瑟福的原子模型还要早 这个是错的 因为氢原子模型 其实是修正了拉瑟福的行星模型 所以它一定是比较后面了